长城汽车自从哈佛H6火了之后就没有谁能超过它 据悉单身H6的车型就多达20多款 什么红标蓝标家常型数不胜数 虽然现在H6依然卖得很火 但是长城也是居安思危 一心想着多条腿走路 这部长城在高端豪华SUV阵营中也开始了自己的工程掠地 推出了全新的豪华魏车型 目前以前量产的车型有VV5和VV7两款车型 VV5咱们就不说了 到底VV7的市场表现是怎样的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车主的真心话 但凡是买VV7的大都是冲着它的外观去的 因为该车的外观可以说又是一次颠覆国人三观的设计 虽然该车售价为17万 但它的外观设计跟30万的盒子车型没有太大区别 修长炫酷的外观加上犀利的大灯组合 和略显嚣张气焰的进气格栅 整个就是以外表粗犷那些细腻的硬汉设计 特别是那两个外后视镜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满满的科技感 内饰方面V也是做足了功课 大量的软质包裹材料完全展现了它高贵的品质 这样的设计足足甩了同级别的CRV、REV、IX35几条街 多功能方向盘和液晶显示屏 以及时下流行的中控扶手处按键设计 也是深得人心 除了常规的安全配置 VV7也增加了不少功能性配置 例如电子手刹 并线辅助 电动座椅 座椅加热 通风等功能 唯一略显不足的是它的油耗 该车搭载的是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据车主实测 百公里油耗大约是在13.5升左右 这样的油耗着实不低 但是再仔细想一下 两吨的车身质量和不错的动力表现 耗点油也是正常的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那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款豪华SUV 确实对得起它的价格和口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